星期一,大家好,昨天我們出了一條關於十里人坦的影片 影片裡面已經不是鼓吹大家說這個項目怎樣好怎樣好 要大家儘早決定要買等等 不過一樣的,其實出了十里人坦的影片 也有不少的觀眾對這個樓盤負面 其實之前我們也探討過這個問題 也有觀眾說這個又來鬼城又來押人買等等 其實想說到底十里人貪是否鬼城 之前也說過由於是一個度假盤 平時可能小深圳人香港人過這邊度假的時候 肯定會比較少人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靜到不得了 平時的時候沒有人住 又或者周邊是什麼沒有的 沒有東西買等等鬼城 本身十里人貪裡面都有很多的餐廳等等 當然你說價錢是不是一定很划算 不一定很划算的 之前都說過 但是也可以讓你找到一些相對經濟實惠的餐廳 之前我們也有拍攝過影片 大概200元內都夠幾個人吃的套餐都會有的 而且有海鮮的 可能也有些觀眾會說 來來去去一些小店 其實十里人貪這邊有沒有一些 真是知名一點點的連鎖店那類呢 可以告訴大家在十里人貪裡面就真的未必有 不過呢 走遠一點去到旁邊的華潤小徑灣這一邊呢 他這邊的商業街是發展得比較成功的 可能華潤打造商業區商場等等 始終是做得比較好 就在昨晚颱風過後的日子裡面 Samson就晚上在華潤小徑灣裡面 走了一圈 兼且選了一間我們港人都相當熟悉的餐廳 就是無屋少孝 去體驗一下在這一邊的無屋少孝 到底質素是怎樣 兼且最重要的 看一看餐廳裡面的人流又是如何 到底位處於惠州這一邊華潤小徑灣的無屋少孝 有很多不多人呢 稍後才叫給大家知道 在這裡都想再為這個十里人貪 在剛剛打完颱風的情況下 說兩句 其實本身在這個區域 都有一些長期住在這裡的人士 不一定只是度假的 當然啦 你說算不算多呢 不算很多的 肯定就是一些假日的日子 那些人回到這邊度假 這裡才會比較旺一些 又或者是去到夏季的時間 很多人去到這些海灘那裡 感受陽光與海灘 落下水等等 才會是比較多人的 而且有時候相當制實 之前都有一些觀眾說過的 那沒辦法 有時候有好有不好 人多的時候你又覺得迫 人少的時候你又覺得冷清 有時候要拿個平衡都未必容易的 現在大家畫面看到周邊711片 但是那些店舖就開了燈的 就是十里人灘 Samson就出近去這個華潤小徑灣的情況 大家好 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合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了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了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A1出口 出來之後去彌敦道這一邊 向沾沙咀方向走大概4-5分鐘 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的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 1502A室 我們承邀你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銀座廣場還沒什麼霧雲 你看到銀座廣場還沒那麼多霧雲 那就是銀座氣清的 即是如果你說到銀座廣場的時間 有些間外的行動就沒有了 現在又拍招呼了高頭車的日子 招呼了高頭車 現在就在出發 來到的時候 我因為樓師傅會車給我們 所以我亦都留了一個電話 剛剛打給她說想去 她只是說ok 她立刻過來車給我們 那接下來去呢 就20元 如果我們去的話 現在到了那個酬心位 即是浪質跨… 超市那那邊 現在先看看 我看過去都開了業務 是之前的飯店、海鮮餐廳 我看過去都開了業務 這邊是汽車站 前方這個銀灘體育館也想說兩句 之前我們是有進去拍攝的 其實裡面有很多人打羽毛球 打乒乓球等等 也可以算是整個十里銀灘裡面 一間大型的娛樂體育館 我們到了華人小徑灣 在商業街那邊 應該是近海邊 這個是華人小徑灣的公寓 公寓酒店 看到有KFC 對,比較熟悉一點 裡面是幾漂亮的,幾多層樓的 天空海裏的地位 各部分的地飄都保養 Zone 臉就是 Guatemala 跟海邊就看着 caught 知道呢,一點大礦 倒下可以消 contrôle 所以是幾短點,有兩滑的東西 華涼的東西都是比較精緻的 感覺不錯 這個應該是野飲來的 剛剛下完魚了 幸好現在停了 我們進商業街 比較少見的 一部分開了 就是開葉 有一部分沒有開 例如綠洲大藥房 那它就沒有開 甜品呢 前面荒唐手作 什麼越南的食 越南野 那今天是9月2號 現在應該是7點半 差不多時間 香港我看到那邊下了波 3號波 這邊的風平浪靜 沒什麼特別 應該走得更快 那一間城有時間 到海邊走走走 今天就在找木屋燒蝦 對 對 對 我們已經到了木屋燒蝦了 那它就在小径灣華營小径灣 這邊 商業街 對 對 那你要過來說商業街 就OK的了 對 對 那這邊標誌呢 有KFC 你看到 太興 吉野家的方向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然後我背後呢 就是大海裡海邊 對 那有個帳本 那 那 米鎖 那這邊來說呢 外面呢 就是海來的 對 外面是海來的 那 木屋燒蝦呢 就在這個位置 對 在這本帳本米鎖的旁邊 那 前面呢 就沒有試好了 它在海培海邊位的 你好 兩位 兩位 對 對 這個有那個 食材有受那個台風有影響嗎 沒有 沒有 都有的吃嗎 好的 嗯 都是 那這邊有兩層的 都挺美的 我覺得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 看看我的環境 環境也很美啊 二樓 有室外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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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很多 嗯 現在 現在 7時9時8時 到8時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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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外面就没坐人了,这个平台 外面都听了海浪声,其实挺舒服的 先放回去,那些东西吃多了 这里的墨烧炮大家可以在这里参谈 可能很多观众也来过 这间就是华润小径湾,唯卫州这边的华润小径湾 大亚湾 店员说推荐星级版的爆羊骨牛肉 羊肉串,真的很好吃,我上次也试过 是真的抵食的 那你说,比如说,我觉得是一般般 就是上次试的一般般 我们坐这个位置,是有点热的 都说了,店员说好了,我们放这边 那边正在收拾的桌子,我们没有转过 英国没那么热 他说,今天要有四五点,五点钟才开的 然后在哪里 那听说呢,网上看小红书 都是偏热的,这一间店 可能初期装修的时候 设计不是那么理想 那刚才看到餐牌了 所以我们现在加点花点 我们来点了个黄菲花 黄菲花的小红书 五点 八点 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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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换了位置,这个经理都很好,当你换了位置 这个呢,比起原先楼梯上来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其实就差很远的,那边就很烤,应该就没风吹到 那这边呢,风吹到了,就很舒服 换完这个位置,我想可以开心慢慢享用 我们继续看看那个番茄先 刚刚说到,我们有点到鱼香茄子,接着就鸡肉串 生蚝打算明天自己买回家去蒸,蒸生蚝,那就买这边吃 因为都不便宜 再多次参考,夹煎就没有烧烤 再多了 推荐的就羊肉串,店员就说升级版 是的,已经升级了 好东西来的,我上次试过一次是很厉害的 牛肉呢,肥油呢,一般很高 就是性价比不高 那你们都可以点一下,今次的样子点到 我们都点了个烤肥腸 烤肥腸 很多人就会开心点 第一份汤就到了 这个就是烤肥腸 烤肥腸菜 一寸一豆 四寸起 是的,四寸,通用四寸 那价钱呢,我看看先 那价钱呢,我看看先 蛤蛤菜 还没找到 哎,看到了,十四元,十四元这个 对,蛤蛤菜 那我这间等下其他东西吃 先吃下先 那吃完再跟大家做个总结 你们是看店是什么 我们看店就是在香港那边的 这边有接吗? 有,但我们介绍一下 给香港客户 这个茄子啦 那你说对其他烤肥腸来说呢 老实说,我的份量就小了一点的 香港那边,你准备那个? 因为是一勺拿来呢 我的份量是小的 但是不要紧了 在味道可不可以 味道可以搭够的 但是你说,我这样看就小了 不小分些 加到辣粉呢 给我们一些现成的辣粉 就是这一口 怕辣的可以跟他说 不要加辣先 之后再加辣粉 你就可以自己再喝 看看先,我们的餐饭 好,开始试了 其他东西都来了 好,不要停机 先继续 都很快,其实我们剪了 不超过 十分钟的 五到八分钟左右 基本上都来了 这就是羊肉 不是有串力 又是肥大腸 烤大腸 一圆章黄蜜 我刚才试了 那些茄子 就不小分 刚才都说了 但是味道可以 好味 不小小分 就原谅 真的好味 不够了 可能要再加多份量 先试一下这啤酒 再加烤大腸 口感和味道都可以 好硬 感觉有点脆 尖尾位 黄蜜啤酒 好,舒服 浪杯 入了秋 夏天的尾声 喝一杯咖啤酒 再加烤汤 爽 试一试羊肉串 这个羊肉串 嗯,正 好吃 好香 入口玫瑰 这个羊肉串 大家必点 菜都爽齊了 好香 太肉串 刚才饮酒 人肉 娃娃菜 娃娃菜 挺特别的 有点酥 特别的 我们吃完再说 基本上 今晚的鸡骨 吃的餐不多 这个真的要赚一下它 鸡肉 对了 15.8 好乱 对了 口感很不错 好吃的 有经历 那你说 这个蒜苔 就 軟了些 可能大家喜欢吃 脆些些 就叫它 不要敲得那么软 我觉得 放在这个热炉那里 下面有火 热炉里面 就感觉 软了些 不太行 大肠也好吃 整体来说 我会给到8分 就是免疫 好吃 今天到这里为止 差不多了 一间我们可能 封销就是 羊肉串 会封销多前面 有没有串 吃完了 大满足 他店的经理 刚刚过来都问我们 吃完那我怎样 最后 我们封销了茄子 也没有封销 但是感觉上 这个羊肉串 就柴了些 又干身了些 那都同意 如实地反映 那他说 OK啦 那如果这样 就免了你的茄子 那最后呢 其实我们就是 这个埋单 就212元左右 是的 他就免了我们茄子 都很开心的 大满足 喝完一厘的 黄章啤酒都舒服 是的 好喝好吃 环境也好 好 下次再和大家更新一下 一些美食 来到最后呢 我的汤就为这条影片做一个总结 其实大家看到了 打完封之后 过到小径湾这一边 好像没屋烧烤又或者 你见到的酒吧街 其实也有不少人的 特别是没屋烤烤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用线的 那其实呢 证明这一带 都不会真的说是鬼城的了 另外我个人呢 对于没屋烤烤 这一间年所知名的烤烤餐厅 这么计算 由于2019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呢 吃到的烤烤呢 就很一般的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我确认回 也没有去错那间 不是没有牌店来的 但是口味的东西 始终人人不同 当然未来有机会 我都会再试一下 这个母屋烤烤的 看看是不是上次那间的分店 本身可能一早早开店 做得不太好 但事实上我最近 也有在深圳试过不同的烤烤 我个人看法 又不一定要去最知名的那两间 有时候呢 随意找一间 可能性价比还要高一点 简单说 整体的价钱呢 会便宜些少 而且呢 可能不会这么擠 不用等那么久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如果对比起一些 坐得舒服 连锁店的一些 餐厅的烤烤那样 其实我个人就比较喜欢 以前年代 我在广州 上海那些 在街边那里的烤烤 它第一 真的是用炭烤的 虽然坐得不太舒服 如果夏天 还会有点热 甚至乎呢 要冒着肚痛肚痾的风险 去试这些烤烤 但是呢 味道是真的特别好吃的 可能它加的调味 加的特别多 这个我不肯定了 那当然啦 街边档呢 价钱也都相较一些 餐厅会便宜一折的 当然啦 带着一家大小 有脑有乱 就真的不建议了 这些呢 都是单身化制的时候 和三五知己 几个人不怕肚痛 就去试吧 不过我在这里 也不是要鼓励大家 上深圳就要试这些街边档 始终呢 卫生的情况有些风险 我只是说 我以前年代试的时候 觉得街边档的烤烤 是特别有风味 特别好吃 而且今时今日 这些街边的烤烤 应该都比以前少了很多 无论怎样 今天这个 打风后的 十里人滩小径湾 这一边的一个情况 就给大家看到这里 至于在这里的 母屋烧烤 里面的食客多不多 大家刚才都看得一清二楚 对这条影片有什么意见 要发表 欢迎留言说说 我是自家兄弟阿汤 下条影片见 疫情已经远退 2023全面通关了 你有没有兴趣 跟我们自家兄弟 过来大湾区这边看 自家兄弟现时为客户 量身订造专属行程 无论在口岸的预约接待 又或者香港这边直接出发 提供点到点的提楼安排 但你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进责为你提供各个楼管的资讯 看楼全程无压力 让你可以轻轻松松 选购深水单位 然后签处认购书一刻 我们的服务先是刚刚开始 无论是汇款、签约、代办、手续 我们都会为客户提供贴心而全面的协助 后续我们还会提供自家兄弟的 专属管家服务 由买楼、收楼、验楼 到单位的远装精装设计 以至是订制家司服务 自家兄弟都能够为你一一办到 可以和你一起选购装修建材 以至是单位里面每一个细小的组件 更有提供资讯丰富的网上平台 给你自主了解各个楼盘的详尽资讯 一时间通知你 我们承邀你跟我们到关区各个城市 选购你的深水单位 专属订制路线考察 可以天天出发 关区的生活有多美好? 等自家兄弟带你来了解一下 我们来到了低楼层 現时在25栋的7楼 看一套06户型的单位 70平方 进来 这也是传统的薯厅设计 镜头右边才是厨房位置 厨房这里大概是一个人煮食的空间 到时收楼会有七楼烟机 其他这些 冰箱 燕气炉 和冰箱 要我们自己后期去自己购买的 再到我们里面 就是客饭厅 一看的地方 将来来看一个文尊 场景就是雨昂七八楼 OK 我们出来阳台看一看 这个低楼层的单位 它就是 挨住山坡这边的 下面可以看到圆 上边这边就是另外一个座 我们先来看看这间阳台改房间的 对了 平时这里就是阳台改造成房间 这样交收给我们 看回到外面 这里也是看回这个山坡 一片陆游游的景观 转个角度 去旁边这边看看 旁边这个就是公寺 正方形的卫生间 再这边 这间就是大房 大房的窗口 这里也是 看回到后面的山坡 OK 这个就是低楼层的单位 总售价大概是52万 趁着这个开关的日子 你又会不会上湾区这边看好楼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楼安排 没想到想在哪里看楼和买楼 想自家兄弟帮你研究 一样可以找我们 还会和你分析楼盘优缺点 看看是否设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湾区置业 还有无常售后服务跟到尾 快点来我们展昭厅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湾区首选自家兄弟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 可以现在订阅 按旁边的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 下条影片见 拜拜